北京有一个小伙子 划船上班 在上海现在也流行奖板运动 很多人都买了那种奖板来划船 出行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但是上海很多人是把它当运动和休闲来玩的 是到郊外 但是没曾想这个东西跟摩托车 玩摩托车玩自行车一样 也是可以运动着上班去的 我这个生活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位于普惠堂的边上 这个普惠堂曾经就有松江区的有关方面动议过 要做水上巴士喊了很久 一直没有成形 我们周末去文化公园里面 去玩了电动船 玩得很开心 那个电动船 其实开起来也真的是 跟这个骑一个电瓶车没什么区别 如果能够在这个普惠堂上 甚至上海的更多的河网当中呢 能够骑行 或者滑行这个船呢 或者电动船啊 其实也是能分解上海的公共交通制度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还可行呢 那我们的地步 那我们的地步 我们的地步 我们的地步